哈喽大家好,我是豆豆,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孩遇害后,用手机指挥别人复仇的故事 女主婷婷在回家的路上被绊了一跤,摔倒后在路上发现了一部手机,就随手捡了起来 回家后,婷婷翻看手机想要找到主人的联系方式 通过照片,婷婷得知手机的主人是个女孩,而且微信里还有女孩和别人交易的聊天记录 婷婷猜想这可能是个洞落少女,这时手机突然就收到了一条消息 对方说自己是手机的主人小丽,最近自己有事希望婷婷能帮自己保管一下手机 热心的婷婷长快地答应了,在后面的几天里,两人经常通过微信聊天,关系也越来越亲密 一天晚上,小丽发语音说希望婷婷能帮她出去找个东西 这个东西对自己很重要,如果找不到她就回不了家 婷婷早就把小丽当做了朋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她按照小丽给的地址来到了一个天桥下 但小丽并没有出现,她给婷婷发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一个女孩走在天桥上,婷婷没有多想就走上了天桥 可桥上空无一人,紧接着小丽又给婷婷发了一个新的视频 视频里的女孩又走向了另一个地方 就这样,婷婷在视频的指导下,一步步来到了一个地下车户 视频里的女孩停下脚步,伸出手指向了左边的仓库 婷婷走进去后发现,这里是个屠宰场 一股腥臭味扑鼻而来,她发现味道来自于一个冰箱 打开冰箱后,发现里面竟然是一个女孩的尸首 婷婷吓得差点吐出来 这时候仓库外传来声音,有人回来了 婷婷只好躲了起来 仓库门打开,走进了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 男人拿进来一个编织袋,袋子似乎很重,脱子也很费力 婷婷躲在桌子底下不敢出声 男人把袋子扔到桌上,突然有两条腿搭了下来 婷婷非常害怕想要偷偷溜走 但是在逃跑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铁门 男人发现追了出去 随后镜头一转,男人又带回了两个袋子 婷婷从昏迷中清醒 她发现自己被绑住了,而且被关在一个旧仓库里 她环顾四周突然发现前面柱子上有一串钥匙 某人想起来小丽说的对她很重要的东西 难道就是这串钥匙? 突然那个男人回来了 婷婷只好假装昏迷 男子一把拉起编织袋走向桌子 她从袋子里抱出了一个女孩 随后拿着刀直接砍了下去 婷婷再也受不了了,爬起来就想要逃走 但是她没有发现自己脚上被吸了一根绳子 狠狠地摔倒在地 男人拉起地上的绳子 婷婷拼命挣扎呼救 突然旁边的袋子飞了过来 正好打中了男人 紧接着越来越多的袋子飞了过来 全部撒上了男人 最后一个袋子直接勒住了男人的脖子 把她掉在了半空中,勒死了她 这时婷婷又收到了短信 小丽说很感谢她帮自己找到了钥匙 现在她可以回家了 随后镜头一转 两个警察找到了一个老婆婆家里 警察告诉老婆婆她的孙女去世了 老婆婆很生气 说孙女明明在家吃饭 警察无奈只好离开 其实女孩让婷婷帮自己找回钥匙 就是想回家陪外婆吃饭 全片结束 本片是香港奇幻作品《有客道》 感谢你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可以去看你吧 姚女高冷